来自宝妈坚决不要二胎的几个理由,真是几句说心窝,一,大宝不同意,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如此,在夫妻双方想要二胎宝宝的同时,会征求大宝的意见,在大多时候,大宝听说爸爸妈妈想再要个小宝宝,就会心里特别难过,在他们的世界里会觉得,爸爸妈妈一定是不喜欢我, 所以想再要个宝宝,以后就再也没人爱我了,甚至有个宝宝,听说爸妈要生二胎,学校都不去了,就是不愿意,作为父母的看着孩子如此难受,索性不要了,确实,这种现象真的很现实,我们又不得不面对,而生了没人大,家中有一个宝宝,就能让宝妈忙得不易乐部了,特别是一胎是男宝宝的家庭, 看到了调皮宝宝,全家人都要跟在孩子身边跑来跑去,更不用说要二胎宝宝了,即使是要二胎,自己和宝宝要去上班,婆婆每天要接送孩子,洗衣做饭,根本没有人来照顾新宝宝, 并且有的孕妈就表示,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一旦用尽了,就再也不想折腾了,仔细想了想确实是这样, 三,生活条件不允许,邻居小美经常抱怨全国的工资也没涨多少,拿什么去养孩子,自己还不喝花呢, 相信没有人会讨厌可爱宝宝,特别是自家孩子,当然是越多越热闹了,但是现实在这里摆着,没有经济条件, 很多亲手爸妈连一个孩子的奶粉钱,都还没赶够,若再牵个宝宝,生出来会是负担,是烦恼,是牵挂。 四,婆家冷嘲热闹,本来生孩子就是一件十分不一的事情,宝妈会经历孕期,坐月子,为养宝宝等阶段, 这其中的辛苦只有经历了才真正的明白,在我们一胎生完宝宝后,都想二胎要的性别不同的宝宝, 而女双全也就是这个道理,特别是婆家,这种观念更加强烈,在有些家庭, 如果一胎是女孩二胎又是如此,婆家就会冷嘲热嘴,在今后的生活中一直埋怨, 想要的孙子是真男,也难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,遇到了好婆婆还好, 真是遇到男馋的婆婆,少不了经常饭嘴,关于要不要二胎问题, 真的很现实,当然如果家庭允许,还是孤立生二胎的, 当然,要量力而行,各有各的好处,一胎家庭的父母压力相当会小一些, 二胎家庭会更热闹一些, 那么,关于二胎,你是怎样看的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贴近邮件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